總統 市長有沒有跟您要前三句話 總統聽到嗎 在時刻 總統非常體恤 護理人員的辛苦 百忙之中柔柔的出席 總統用最實在的行動鼓舞慰勞大家 謝謝您的歷臨 今天非常開心來參加國際護士節的慶祝達伙 在這個重要的日子 我要向全國的護理人員 表達最誠實的敬意和感謝 我要特別恭喜今年獲得護理專業貢獻獎 跟服務奉獻獎的16位得獎 以及現場2,200多位服務 滿25年以上的資深護理同仁 各位都是臺灣最重要的健康守護者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現在在政策面做出改建 所以護理人員最大的支持 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要再一次強調 提升護理人員的福利 改善人力的配置 使護病比例更合理 職場環境更友善 這是政府職務旁帶的工作 此外 隨著長照2.0的商務 不理人才的培育 將不僅僅是人力足夠與否的問題 更必須兼顧服務的輸送 城鄉公平以及更仔細地考慮到使用者的需求 即將登場的世界衛生大會 今年要討論的重點之一 是失智症的公共衛生應對策略 護理專業如何延伸到社區 如何投入非傳染性疾病的育療防護 已經是許多國家共同的特定 在臺灣 我們面對人口老化挑戰 無論是既有的照顧工作經驗 或是新政策的推動 都有跟各國中央的必要性 我要再一次強調 臺灣是全球護理 是全球衛生體系的復環 不應該因為眾所周知的政治反應 而被排除反應 我相信護理專業對於健康關懷的重視 是不分國籍的普世價值 未來 我們會繼續在國際上發聲 繼續分享我們的經驗 給全世界